随着身体转换的进行 心神贪婪地吞下了巨王者们的血肉与灵魂 之后一匹匹由火体金属所打造的太空死灵 迈着不可阻挡的步伐从生物断炉中走出 但是摆脱了脆弱有机体所带来的痛苦 思维变得更加迅速而清晰的三圣议会领导者 寂静王斯扎拉克却逐渐开始后悔于自己的决定 看着眼前这些失去自我的人民 以及正在被心神所享用的生命精华 斯扎拉克意识到那些留存于自己机械脑盒中 关于过去的回忆不过是一份拷贝而来的数据 名为巨王者的种族已经遭到了灭绝 而新生的太空死灵只存在之日起 并已然成为了他人的无魂傀儡 他们被那些自诩为神的存在给欺骗了 不过现在的所有人 纵使他们只是过去巨王者所留存下的幻影 也终于在总控协议的操纵下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没有任何王朝会再次违背三圣议会的旨意 而化为不朽金属之躯的寂静王 也将可以勇士统治着自己的人民 接下来他们将完成这场可怕交易的下一步 太空死灵继承的巨王者所留下的 对于宇宙间所有其他生命形态的强烈仇恨 他们要再一次向古圣发起挑战 而同样与古圣为敌的新神为了寻得更多的灵魂与肉体 也将与太空死灵一同出击 天堂之战的第二部分开始了 继承着巨王者文明的太空死灵 掌握着先进而强大的科技 在与新神联合并对古圣发起反击以后 他们的战争科技更是不断增长 就算是最基础的太空死灵武士也装备有先进的高斯武器 高斯武器是一种被太空死灵军队大量使用的远程武器 这种基于先进电磁科技的武器 可以将目标分解为原子状态并吸引回枪口处 高斯武器对银河中几乎所有敌人的血肉与盔甲 都有着同样骇人的效果 这一装备常见于几乎所有的太空死灵单位 最小型的高斯武器由步兵装备 而大型的武器则多见于民工构造体与斩具 就连战舰也配置了这种原理的武器 除了规格各异的高斯武器外 太空死灵还有着许多其他同样可步的武装 比如可以激发出在敌人间弹跳的火体电弧 以此灼烧融化掉极群敌人的特斯拉武器 由古墓时间术师独有 能够加速目标时间流速并且迅速衰败老化的伤人长矛 以及由巨型构造体民工制天使装备的 能够在射程内创造出微型量子起点 并通过这一起点的坍塌内爆 将周围一切吸入其中毁坏殆尽的起点发生器等等等等 同时就连最基础的太空死灵士兵都可以自动修复机体损伤 并在被击毁时进行自动重构 他们会不知疲倦 丝毫不在乎自身安危的进军 此外 如果死灵们的机械身躯 在战场上遭到了连自我修复与重构 都无法恢复的损坏 他们便会立刻进行向位转移 回到与之关联的古墓结构中进行重建 假以时日再次重返战场 而在宇宙中太空死灵同样有着一支强大的舰队 这些由火体金属制成的战舰都配备有先进的科技 比如被称为无惯性引擎的推进系统 可以让太空死灵的舰队不借助亚空间 并以极快的速度跨越恒星系 而这仅仅只是太空死灵众多超光速移动方式的其中一种 威力惊人的武器搭配上不断进行着自我修复的火体金属身体以及载具 使得太空死灵成为了一支可怕的军队 再加上因为吃掉了整个巨王者种族 力量变得越发强大的新神的驻战 太空死灵在物理宇宙的战场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天堂之战的战火席卷了整片银河 这场战争对距今6000万年前的银河系造成了无数天文尺度的破坏 大战双方都使用了许多在现代文明看来无法理解也不会相信的技术 新神与死灵仆虫军以黑洞为武器将许多星系彻底湮灭 而古圣一方则引导着亚空间那超越物理法则的力量与之抗衡 太空死灵的大军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袭击着古圣的有生力量与外星盟友 而这些战败生物的肉体与灵魂便也成为了贪婪心神的食物 在被称为燃烧者黎亚德拉扎塔的心神帮助下 太空死灵甚至成功突破了古圣的网道大门 进而让自己的大军深入其中追杀敌人 为了对抗这支来势汹汹的联军 古圣只好更多依靠到亚空间的非物理力量 其中既有直接使用灵能和引导亚空间能量的方式 也有着其他我们尚未清楚知晓的手法 例如古圣提携了许多灵能种族 并以这些种族为盟友来对抗心神和太空死灵 其中可以确定的被提携对象包括灵族与兽人 不过当时的兽人还被称为克罗克 总之这些灵能造物开始大规模的使用亚空间之力 帮助古圣对抗恐怖的太空死灵与心神 一段时间内这一战术起到了作用 心神是物质宇宙法则的延伸 是完全被束缚在现实世界中的纯能量生物 它们虽然拥有影响环宇的力量 却仍然无法触及到亚空间的灵魂之海 可以推测的是在战争早期 亚空间的魔法让心神及其无魂仆虫难以招架 所以为了对抗古圣及其盟友所使用的亚空间之力 心神与太空死灵开始研究封闭灵魂之海的方法 可以确定的是被第40个千年的人类认知为黑石的神秘物质 便是在那场远古之战中第一次得到了大规模运用 黑石物质有着两种极性 它既可以抑制灵能生物与彼岸的联系 也可以被流转来征服亚空间能量 据说人类帝国在卡迪亚上发现的奇怪方间碑 便是天堂之战时所遗留下来的黑石设备 推测这些方间碑有可能是太空死灵用来组制古圣 及其盟友的亚空间力量的 同时也有谣传认为黑石要塞便是灵族工匠之神瓦尔的造物 传说这些人制造巨型亚空间裂口的古老星宝 曾经是灵族想要用来对付新神的弑神武器 正当战火持续燃烧时 另一个情况发生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被映射到了越发活跃的亚空间之中 凡间生物的痛苦悲伤死亡以及毁灭等极端情绪 冲击到了灵魂之海的深处 并于镜面之中激起巨浪 在无数灵魂与负面情感的剧烈波涛中 首次诞生的亚空间实体 也就是后世人们所知的恶魔与亚空间邪神的雏形 从此以后灵魂之海便成为了一片危险之地 飘荡其中的亚空间恶意实体 无时无刻都在寻找着突破现实帷幕 进入物理宇宙夺取凡人灵魂的方法 据说名为奴役者的亚空间生物也是在这一期间诞生 这些身体呈球形飘浮于半空中的诡异亚空间实体生物 会被现实宇宙中灵能者的闪耀灵魂所吸引 并可以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 控制与扭曲灵能生物的身体 将其变为活体传送门来到现实世界 一旦这些血肉通道形成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奴役者到来 从而在物理宇宙控制更多的奴役 总之虽然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灵能种族 一度能够与不死军团相抗衡 但还是没能逆转败局 随着太空死灵与新神 逐渐掌握压制亚空间的方法 古圣势力在漫长的拉锯后 最终迎来了灭亡 此战过后银河系之中 便不再能看到古圣的身影 他们或许已经完全灭绝 或许逃离到了银河之外 目前为止没人知道真相 正当傲慢的新神因为击败了古圣而沾沾自喜时 他们眼中的奴彭、太空死灵 却突然在寂静王斯扎拉克的带领下 从背后发起了突然袭击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寂静王早已明白了这些神明对于自己的欺骗 在身体转换完成以后 斯扎拉克就一直等待着一个时机 等待着高高在上的神明们表露出脆弱的时刻 现在刚刚经历过惨烈的天堂之战 就连新神们也在战争中遭到一定损耗的时候 便是太空死灵挣脱束缚之时 虽然巨王者已经毁灭 但是从他们的灰烬中诞生而出的太空死灵 将再次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为了击败这些来自宇宙法则本身的超凡神明 斯扎拉克毫无保留的投入了巨王者 与太空死灵掌握过的一切力量 在经过了一场对于死灵来说 也代价过于高昂的战斗以后 新神们被自己的仆人击败了 但由于这些新神之神本身便是物质宇宙基本结构的一环 所以他们极难被真正的杀死 摧毁新神的手段确实存在 但是如今脆弱的太空死灵很可能承受不起代价 例如新神剥皮者蓝杜格就在被消灭时诅咒了太空死灵 令在后世流毒无穷的剥皮者诅咒 永远的混入了死灵们的金属身躯与程序当中 不过虽然困难重重 世神者也依然找到了对付新神的方法 太空死灵运用自己强大的科技将被击败的新神分割为了数以千计的碎片 并把每一个碎片都束缚在了一个多维空间魔方迷宫之中 从而让这些神明成为了自己手中的武器与能量源 许多太空死灵的超巨型构造体和古代科技核心 都是以新神碎片为能量源运作 寂静王本人的王座就束缚了这样一个神明的残块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碎片虽然拥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但同时也非常危险 新神在被击碎时 许多原本的力量与意识也遭到剥夺 作为碎片的新神很难有连贯的自我思考 但他们依然不会忘记对太空死灵的仇恨 另一方面 新神碎片也会本能的寻找其他来自同一新神的碎片进行融合 所以太空死灵也可以主动将多个碎片合并 从而形成被称为至尊新神的产物 至尊新神拥有着扭曲物理法则的骇人力量 但同时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我意识 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导致新神脱离控制 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在第四十个千年的银河中 已有不少失控的新神碎片逃脱束缚 成功顿入了冰冷虚空之中 他们无疑也在策划着对于太空死灵的复仇 总之在天堂之战的最后 太空死灵打败了强大的古圣 击碎了欺骗自己的神明 这一刻他们短暂的成为了银河系的霸主 但是寂静王明白 接下来的时代并不属于他们 太空死灵已经在推翻新神的战斗中 遭到了太多的损失 而由于天堂之战的影响 灵魂之海中的波涛还在不断翻腾 此时由古圣所创造的生物 例如灵竹也在逐渐壮大 依靠着优秀的灵能天赋 他们势必会以更快的速度恢复与崛起 并继承古圣的衣钵 所以寂静王选择让太空死灵沉睡 等到星辰燃尽 等到血肉种族崛起后又灭绝 等到他们的敌人化作暮穴古城 太空死灵才会再次醒来 到那时他们会光复属于自己的银河 再次成为群星与自己天命的主宰 命令下达而出 太空死灵将剩余的所有城市 都改造为了巨大的墓穴结构群 这些墓穴群安置有大量的自动化民工构造体 负责在沉睡期间为这些设施提供维护与保卫工作 加上先进的跨维度技术 黑石进磨场 时间稳定器 以及各种其他数不胜数的反侦测和自我防御系统 墓穴群被安置到了一个个墓穴世界的地下深处 而这些被选为墓穴世界的星球 大多数已经完全清少了其上的其他生命形式 于是这些世界的一大特征便是 太空死灵的最终清少让它缺乏生命 黑石进磨场会帮助它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 亚空间一变中平安无事 在悬址上 这些世界还往往有着巨量的金属矿胀 这也是为了未来光复银河的战争而准备 凭借着先进的技术 这些墓穴几乎完全无法由后世凡人的弱小侦测手段所发现 就算一些墓穴世界被后来的种族将地质结构挖掘一空 常立在超维空间中的太空死灵设施也不会被真正的触碰 只有等到它们的主人醒来时 墓穴的本体才会突然与现实空间再次重叠成型 正是依靠着这些高超的科技 幸存的王朝们将在这些墓穴世界上进行漫长的沉眠 既经王所下达的最后一个命令 便是让自己的所有子民都陷入长达六千万年的长眠 同时他们要在醒来以后准备好重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 让王朝恢复过往的荣光 这一事件也被称为万古长眠 当所有太空死灵都进入到墓穴中 开始沉睡以后 斯扎拉克破坏了自身体转换以来 让他随意摆布着自己人民的总控协议 随后他便驾驶着飞船离开了银河溪 向着未知的星空驶去 既经王一直都希望能让自己的子民重新获得肉体与灵魂 他对立项身体转换有着非常强烈的执着 传说 既经王就是想要去河外天渊 寻找某种可以让自己得到慰藉与忏悔的方法 时光慢慢流逝 无数的物种与文明出现而又消失 在自认永恒的太空死灵眼中 这些来来去去的生物或许可以在某段时期统治银河 但其存在的岁月在宇宙的历史之中也不过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远远超出了太空死灵最早的预想 亚空间的疯狂波涛比起遥远过去只强不弱 来自银河以外的威胁纷纷现身 与此同时太空死灵的那些木屑世界 机械躯体以及程序意识 也远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固 在漫长的数月中 许多木屑世界因天文灾变而受到了程度或高或低的破坏 许多原本保留了相对完好意识的贵族 因机械脑合袖石而陷入疯狂 在未来重新崛起的太空死灵将遭遇许许多多他们从未预想过的天灾 并且会在苏醒时分意识到自己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 寂静王摧毁了总控协议 六千万年的时光扭曲了这个种族中少数拥有完好人格与记忆的个体 古老的霸主们虽然依然渴求支配银河的荣光 但基于各种类外因素 过去团结的太空死灵帝国已不复存在 光复银河的梦想可能也无法实现 而无法实现这一事实本身 就会让他们已有的扭曲与疯癫变得更加危险